大家好,我是金猫霞 有一个小伙子站在天台上要自杀 众人围观 不一会儿警察来了 问其原因 小伙儿回答 谈了八年的女朋友跟土豪跑了 明天要结婚了 感觉活着没意思 警察听完来了一句 睡了别人老婆八年 你他妈还有脸在这里自杀 这个小伙子想了想 也对呀 就走了下来 所以换位思考很重要 学会站在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 很多想不开的事情就都想开了 一个县长 因被免职后 弃成了植物人 被送到医院 医生说 给他念个官复原职的通知 也许就好了 这个县长的妻子想 既然要念 干脆念个市长 让他高兴高兴 哪知念完之后 这位县长挺身而起 大笑气 大笑气绝 医生叹息的说 哎 你这是不遵医嘱 擅自加大剂量啊 生和死 只是一线之差 有些人用欲望杀死了自己 有些人用希望 有些人用希望害死了自己 有些人用无知 害死了自己 专业的事还是要专业的人干 不要总是逞能 害了自己也连累了朋友 有一个黑人困在沙漠中 三天都没水喝 就在他快死的时候 他向上帝 许了三个愿望 第一个是 下辈子能天天有清水喝 第二个是 下辈子能成为百种人 第三个愿望是 下辈子能天天看女人的屁屁 上帝答应了他 于是他下辈子就变成马桶了 一味的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未必是好的结果 相反 如果一个人为了他人多着想 一切顺应天理 天也会顺着自己 你要的未必你要的到 你的贪婪都是坑爹 坑自己 某男子在酒吧 邂逅一个美女 他说 能和你谈谈吗 该女子敬高教 不 我不和你睡觉 整个酒吧的人 都把目光盯在他俩身上 该男子非常尴尬 过了一会儿 这个美女走来 低声道 我是心理系学生 刚才是试验一下人们在尴尬情况下的反应 这时该男子高喊 什么 两百余次 太他妈贵了 被特别在乎的人忽略 会很难过 更难过的是 你必须要装得若无其事 但被陌生人随意的侮辱 那就该把自己的智商提高一点 为什么不去反击呢 只是你需要掌握时机和方式 前提是 你不会发怒 贾开着一辆宝马 一问 哥们 宝马怎么来的 贾说 每天在酒吧遇见个美女 晚上他开着他的宝马 把我拉到了山顶上 然后脱下衣服跟我说 你可以要你想要的 于是 这个 我就开走了他的宝马 你思索了半天 说 兄弟 你做得很对 他脱下的衣服 你也穿不了 诱惑 往往是表面的东西 拒绝眼睛看到的 抓住内心最想要的 往往善于成功 对于朋友的随声附和 你可以听 可以不听 但听到之后 你需要懂得 什么叫志同道合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我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